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真的不好意思 本来昨天应该要顺利上片的 这连续三天我都耗在黑色五烟草M里挖掘机制 结果影片做完以后才发现他有内测条款 所以只好先封存他了 不过该回馈的也会丢给官方 就看明年是精彩登场或者是精彩登场了 那就直接来介绍本次的游戏 决战阴阳师 妖怪皇帝与中烟的夜叉鸡 这名字真的是有够长 游戏日版于去年10月正式上架 开发商为日本Grooming旗下的Grants开发 而Grooming在台湾其实也有分公司 不过本次在台湾的营运代理 则是交给王毅在海外发行的子公司 寶船游戏 而近期寶船游戏也还有两款准备上架 该公司旗下目前综合营收最好的 是去年1月上架的最后的克劳迪亚 在上个月还有约1100万左右的营收 但反观其他款的表现就不怎么好了 在游戏还没体验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又是一款垃圾放置类作品 或者是像少女回战那种 纯靠卷美术吸引人 完全没有任何玩法 就是睡觉收菜推进度然后抽卡而已 结果我错了 实际内容有点超出我的意外 非常的多元 那这边带各位来看一下 首先不只在开头有不出的剧情动画演出 在后面章节上 人会以live2D加语音的方式来出演剧情 而且相对比较重要的环节上 还是会有高质量的动画演出 如果你忘了内容 或者习惯跳过的话 场上也很贴心的帮你保留了 让你闲来没事能拿出来品味一下 再来我们来看看力慧 标准的就是live2D 是凭有点真实画方的细节处理 这款的射点都着重在胸部以外的肢体躯干 像是手臂、腰、大腿、臀部 对胸部的描绘反倒显得收敛一点 像让你在公共场合拿出来玩 也比较不会射死 主线剧情上也会将人物逐一带进来 而且也为每个角色开了个人剧情线 还不止一篇 里面也不是单纯的文字朗读 还是有搭配简易的配音跟live2D演出 完全海放那款我不能说出名字的刀剑神域 或许对有些人来说这很无关紧要 但这真的是让我有感受到 美术不只是想将角色画的吸引人就好 也有在丰满完善人色 而随着你的足部体验 每个角色就会显得更加立体 每位角色的Q版战斗模组也都设计得非常精良 动作模块也远比我想象的多非常的多 虽然看似没必要 看厂商还是做了 那主要的战斗玩法上 首先是融入了些许RPG的操作要素 玩家需要自行在地图上触碰或闪避敌人 除了能区别于其他放置游戏 也能有效降低只是一关接着一关的作业感 而进入战斗以后 我方的出场画面真的很有传统RPG的集市感 教选跟释放技能做的有点小复杂 需要点学习成本 不过大体是类似七大尊那样 可以合成卡牌跟安排最佳的释放顺序 但看这极致的设计上 首抄档是具有一定的策略优势 不过我还是先决定交给AUTO了 虽然有设计挂机AUTO 但对比现在很多的厂商都只是在量产 建于远征的玩法 并且搭配不知道哪个素材包搞来的五毛特效 飞来飞去就当作战斗演示了 你可以看到这游戏在双方对战上 并没有因此做的敷衍 包含角色施放的技能演出效果 不论在观赏性跟质量水准都是在线的 最后这结束战斗的动作效果 是有经过精心设计巧妙过渡到live2D的 厂商真的是细节狂魔 那游戏中除了多人共斗 工会 爬塔 副本 委托外 还有挂机党喜闻乐界的收菜系统 甚至怕你太无聊 还塞了一个建造系统 然后我看到这个泡汤 如果换成美女入池的话 就真的疯神了 真的是麻雀虽小武藏俱全 初期刚上扫的时候搞得我手忙脚乱 也完全不是那种换皮放置游戏可以比拟的充实感 课金方面不得不说 这抽卡的画面是真的帅 会让我忍不住想丢石头只为了多看一眼 台版10抽约落在800元左右 算是偏高一点的价格 不过本身是有附带课金奖励 额外点数可以拿一对换角色或者道具 但需求量也不算太低 不过整体关卡送的其实蛮多的 如果再搭配活动的话 5个小客在PVE的体验上应该也能玩得很舒服 只要台版不要砍福利的话 那唯一让我想挑剔的 就是UI设计偏复杂且不太美观 可能是在纸版模式下的排版限制 导致大量资讯在运渡上并不是太舒服 不过整体人是瑕不言喻啦 玩起来比黑色五月草M省心不少 不过这比较的具体到时候上加再提吧 放眼今年多少款换皮游戏 伺服器能开就开 美术能换就换 课金礼包塞好塞满 广告弹窗弹好弹满 一款接着一款上 韭菜也抢着被割 这真的也是让我搞不懂 结论 我见青山多府妹 青山见我亦如是 这游戏是真的还不错 但目前台服这个代理的连线品质 真的是妥妥的在扯后腿 不断拉低游玩体验 但我本身是比较推日服 而且日服好像是有中文版的 这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最后就来闲聊几句吧 除了早期玩MAO跟几款日系手游那几年 现在我已经不太逛巴哈了 主要也是因为评论的风气比较妙 像是吵架、钓鱼、攻读温等 也很容易出现各种带风向的讨论 不只讯息的真实度越来越低 使用的讯息也是越来越少 非必要我都选择避开 而且现在能获取的资讯管道也越来越多元 所以实在没必要 只往一个洞里钻 通常我只有在查代理资料的时候 回去翻翻新闻稿 然后我在这款游戏的新闻下面看到这个留言 日服凉凉 看到这真的让我绷不住了 酸民留言果然就是张口就来 拉完就走 这款日服上个月光在双平台上 也有将近4000万台币入账 换算差不多1.8亿日元左右 大约排在日榜的170名左右 这游戏虽然不离其他大作闪耀 但也足够硬气了 等真的活不下去再说吧 而且好几款知名游戏都在那区间活了好几年 甚至很多款比他晚上架却早已官服了 更有那些才开服没多久 但正准备逆向超车的 活在这个讯息自由的国度 千万别变成了精神小粉红 只接收片面且单一的资讯来源 想办法突破讯息的减方 才能看见美丽的未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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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